这里是一家当地人才会来吃的老餐店 这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我来看看 老挝当地人的早餐 这个是香菇排骨粥 这个是有点像我们那边的油条 我们来尝一下好不好吃 哇 看一下 这个排骨粥 排骨香菇粥 排骨 刚刚才在市场上问了一下 他们的排骨猪肉特别便宜 十几块钱一斤 在这边可以放肆吃了 好鲜哦 它这个粥的味道是偏咸的 而且熬得很稠 我感觉他们这边的米特别好 糯米是他们的主食嘛 每天都要吃的就是糯米的 不错 旁边还有辣椒油 我来实验一下 放一点这个辣椒酱的会不会很好吃 我感觉可以 挺香的这个辣椒油 加一点啊 这里还有青鸣汁我也加一点 尝尝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真的加了辣椒酱的味道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边做的那个酸辣酱特别赞 就是有一点微微的辣 然后就是酸辣的那种味道 他们当地人都是要用这个油条来配咖啡的 我来尝尝啊 先喝一下这个咖啡 咖啡味道还挺纯的 尝一下这个油条 这个油条跟我们中国的那种油条 没什么区别 当然我蘸一下这个咖啡来试试 但是我还是觉得豆浆配油条比较好吃 咖啡配油条还是第一次 不过也还可以 中国版豆浆油条完胜 油条跟咖啡就是普普通通的 但是这个粥真的是弊点 太鲜了 哇 这辣椒酱真的好爽哦 吃得我都冒汗 在这里吃早餐呢真的是非常愉快 因为我前边就是湄公河 就是河井 好棒哦 真的是太好喝了 我又要了一碗 好久都没有这么爽的吃过粥了 强烈推荐这家店 经过这几天 在老挝的生活我发现 老挝人对辣椒的理解还是非常深刻的 他们早餐像我喝的粥 我看到老板自己都加辣椒了一碗都是红的 所以作为一个四川人 我觉得来这里是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挺好的 然后消费有特别 一会儿我再去买杯冰咖啡 每天都要喝几袋 我又要了一杯冰咖啡打包这么大一杯 一万块了我比 这和人民币不到八块钱 二万四 哇好便宜 一共才花了二万四 两碗粥 一个油条 还有冰咖啡 这家店真的是超级棒 他们的店都全都写的老挝文 但是过来交流起来也没有问题 老板会把价格给你按在计算机上 而且我们过来吃 也没有觉得他们可能就直接给我们二碗四 太便宜了 才十几块钱 真的是非常好吃 我决定了明天我又来 虽然说我们酒店的早餐都免费 但是我觉得这个粥真的可以 才十几块钱 两碗粥 还有油条 还有一个啥 我并没有觉得老挝是有在网上说的那些 就那么不安全或者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这里的人 其实我感觉反而觉得挺淳朴的 由于这家店真的是太好吃了 所以我们今天又来了 现在我们来的比较早 大概是北京时间七点钟 所以生意特别好 都坐满了人 报改面包车 变房车自驾游东南亚 我在老挝 关注我 一定有你想看的美食和风景 拜拜